掌握 再来请来欣赏向上云当铺 表演者高空暖云天 这个杭州的向上市场真是不错 大家都喜欢听向上 楼上楼下来的这么些亲爱的朋友们 到这来支持我们的向上演出 没有别的 我呢代表他父亲 谢谢大家 谁又是 您代表不着 您代表不着 这个如果了解情况 我们俩人关系不错 他父亲呢在我们出门的时候 特意给我发了一个信息 让我到这里呢 一定要感谢感谢先生的观众 美托我 为什么呢 各位朋友知道的 又不熟悉 他父亲就是杭州人 真的 他父亲是杭州人 12岁年年到了北京 所以说呢 他跟杭州人 就是杭州人了 你还自财不愿意呢 我不是不愿意 真是的 各位 你真有不值啊 那我到哪儿 我到哪儿呢 你这些说话 不符合设计 我头有回说 人家都说你们女生 他就拿我请客 没有这些意思啊 真是 他父亲真是杭州俗语 对 杭州俗语 爱吃爱吃 反正都是这意思吧 刚才两个演员呢 给他说了一顿 这是我们德军社最火爆的两个演员 是今天最火爆 一位叫刘克龙 一位叫余霄伟 两个人呢 配合起来呢 还是不错的 演这个节目呢 叫《口吐莲花》 是一个传统相声 对 跟大家报告一个喜秀 您说 那盖我也会 对啊 好 你来就来吧 真是庞州的泰州 对啊 家乡人是不一样 各位都喜欢相声 对您又很熟悉 这是郭德纲老师的土点 对 还等于拉克的 好一段都吃饭了啊 哎 我说我也都有行 那你算落叶归等 任总归总 他是郭老师的爱律 郭德纲徒弟很多 一共是120多个 不少爱徒有限才114个 基本上都挺爱的 对 不爱能收回徒弟吗 但是最喜欢的得说是他 哎呀惨愧 他在德云寿呀 位子比较高 不责 举足强度 在德云寿可以说是一人之下 一人之上 哈哈 我们一共做仨人 仨人 三百多人 你说秋了 嗯 就是一人之下 一人之下 嗯 都是受不可或缺的一例重要的棋子 嗯 嗯 等了你多得当了 什么事都得问他 啊 那师娘 那师娘 那师娘是天津人 对 有点什么事也得问他 嗯 在后台一喊 爱徒过来 一喊爱徒 什么这刘克隆啊 余晓伟啊 刘一达余晓伟啊 这些人都不过来啊 就这两个人 人都不敢过来 唯独他 唯唯唯唯唯 舔着脸他来了 嘖 什么叫舔着脸 就是高腰脸啊 很自信啊 嗯 师娘 什么事儿 你说我美极事故 现在这情况还要散呆吗 哈哈 什么都问他 重视您 你的意见 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 反正就是 德云说的这些事儿啊 这些人儿啊 有点什么问题啊 有点什么情况啊 都得通过他们 了不起 人大伯 一定不发 实际情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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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人学的也比较大 我当时爱看书 哎 真的 真的 又说下话 你说这些朋友都笑了 真的 我还挺爱看书的 爱看书吗 爱看书啊 哦 行 多看看吧 哈哈哈哈 非常无聊 怎么无聊呢 我 看书本 啊 本来看看 看本吗 哈哈哈哈 我也是干啥呀 哈哈哈哈 这些人有点啊 受病 书本 你多本吗 啊 看书本 哦 喜欢看 喜欢看哪一位的 你不要问这么详细了 你说说 笨点 笨点 咱们 一位都能问出来了 你说 你都问我出来 你都 你都看哪里认识过 你都问不出来了 哎 我去学 看点什么啊 蜜山 古典的小说 没有 你比如说啊 刘斋 哦 刘斋 就是西游记 刘斋志义 风神榜 哎呦 三国 雪虎 这都不错 都是古典明星 明星 他都 都行 都都行 别再生了 诸葛念认识里的 诸葛念 西游记 西游记 你喝酒量去 诸葛亮呢 诸葛亮三国演义 哦 那个谁呢 刘姥姥认识里的 刘姥姥 刘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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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斋 刘斋 哦 喝 姜子牙呢 刘斋 你还开车那几个车 还都听过 拿我当踩 都鼻小圈呢 鼻小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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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拉雅 也听不懂 哈哈哈哈 行 别乱想 什么 兄弟行动 老虎路上了 有点大 哎 哎 有两下的 这人血液特别大 没事儿啊 爱爱吃 后台表情演员呢 谁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儿 都问他 那是 那是 他说师哥 师哥 您说 我爸爸是谁啊 哈哈 哈哈 哎 找不到爹了 不是 刘鹤龙是相像世家 他父亲也是德云社的相像演员 叫邓德云 哈哈 哈哈 这么多年来 乱眼就乱冷身 哈哈 哪来人哪能找到爸 哈哈 你什么意思 刘鹤龙他爸他邓德云 哈哈 哈哈 不要紧 这个 什么叫不要紧呢 哈哈 他父亲叫 这是德云社的 他父亲叫刘县尾 哎 刘县尾 哎 邓德勇 差不多 哈哈 哈哈 这三个都不一样 哈哈 我说的坐面差不多 哈哈 哈哈 都是在德云社的位置 地位 岁数 年龄 都差不多 啊 对不对啊 肯定也差不多 哎呀 哈哈 我的不明媚啊 都问他 都向他请教 因为他有学的 我今天为什么前套突变这么多呢 我就是怀援冒昧 我都向您请教呗 客气 大楼远的啊 大楼远的啊 大楼远的我坐着那高铁 从北京来 周围上您这儿 上您这儿请教问题 呵 哎呦 请教问题 别说请教 哎呦 别见了 就向您学习 哎呀 有点什么不明媚的事儿 向您学习 咱共同提高 我 我这个人呐 有什么问题您知道吗 这个求助欲比较强 这 这是好事儿 好事吗 哦 看见什么呀 哎这怎么回事儿 为什么为什么呀 我老爱问的为什么 这找到知识 对 要我向您请教呢 您学的特别大呀 哦 我呀 在北京的时候啊 我这人喜欢旅游 好啊 旅游不是走法官话 我得是深入研究 嗯 旅游去北京有个地名叫 延庆区 嗯 有这么个地儿吧 有延庆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啊 那是水山区 对吧 嗯 山区啊 其中呢 它这个交通啊 它有地儿的不是特别的发达的 人们出门啊 或者论书啊 它经常有 有这么一种现象 看您知道不知道啊 大马车 大马车见过吗 马车见过 哎 哎 前面是个马 后放车 给它拴起来 叫马车 知道吗 把那前套 车在后方 这话就马都会推车 对 您学的吗 马车 这个马车的车员子 下头那边 就马车底下那边 挂着一个东西 嗯 什么东西您知道吗 您说呀 我来听你的 这么大根 这么高 挂着一个什么呢 一个秤坨 这个我就觉得新鲜了 因为什么呢 秤坨呀 是过去的一种啊 这个计量工具 这是秤杆 挂着秤坨 下面有个秤盘子 啊 你这是那定盘的 这些 你说你买俩似的 搁在里头 啊 一扒了这秤坨 它就摇出来 它几斤几两 它是卖菜里用的这个 秤坨 小二小 这么大根 它那马车下头挂那个 这么大根 这么高 铜的 大铜秤坨 它是摇着一个马 是吗 摇着马 不能用秤坨 可以搁在那个船上 然后拿那石头一笔 草丛生巷 但是一倒了 大铜秤坨 它那马上一口 秤坨被响 哒啦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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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响了 我想那天的问题是什么呢 它为什么在那儿 光秤坨 您这个 您是北京人 您对这个元素 您给大家普及喝酒 我普及闪到秤坨 挂着洞就不是秤坨 秤坨不就是 这么大吗 更大更高的 这些斗行的 那个 跟紫金流似的那个 行行行 我说一乱 这就是灵的 什么东西这是 灵的 秤坨灵 你叫秤坨灵 你叫秤坨灵 驼灵啊 不不不 骆驼灵这叫坨灵 哦 这个不是秤坨 这就是灵的 哦 根本就不是秤坨 不是秤坨 就是灵的 谁以为是秤坨了 我也没有 不是 你这打坨这都烂了 灵的 这是灵的 哦 灵的 这还有一个专业词 叫什么 这个 叫开车灵 开车灵 对 不懂 您不在北京延庆吧 您说这个词 我不明白 嗯 什么叫开车灵 我给你解释解释 您讲一讲 北京延庆吧 延庆区里 那儿啊就是那个山 对 有山呢 它自然有山道道 山道 对 这个山呀就进拐弯弯 对 有这么一个胳膊的山路十八弯 山路十八弯 对 你给我们唱一首歌 我不会 那你是这歌干嘛 谁啊 你看 你一听 你大家在这小时候去唱 你都唱不了 你听着干嘛 没有这歌 我没有这歌 没有这歌 没有这歌 我觉得 我能听话到山路十八弯 山路十八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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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路十八弯 他这个山路啊 他这个山路啊 他就是买包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折你 哈哈哈哈 上头好 哎呦 那这山呀就拐弯 就拐弯 对面啊 瞧不见这个 对面的车 啊为什么呢 那这山路十八弯啊 哦 山路十八弯啊 三拐弯 对对对 有这铃铛起作用了 什么作用啊 这马一走啊 铃铛一响 对面就听着有铃铛声 哦 就是说对面要来车了 怎么样呢 来的是马车 哎 两个会车的时候 两个就避着避着 哦 起到一个安全的作用 这叫什么铃 开车铃 哦开车铃 什么链链车撞 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生命都躲开了 对对对 开车铃 嗯 有学问 哎呀 这个人的文化很高 你说这个他要不讲 我一辈子我也不知道 多亏他讲 我就是一个老师 哼 没问题 您就是我老师 嗯 老师 我这个人哪 特别喜欢玩 嗯 但是呢 没告诉那么求是欲强啊 但是说呢 老弄不明白 你看 严慶属于郊区 对 北京市区我也经常去 嗯 市区里边有一个公园 嗯 北海公园 对 您去过吗 去我住民情点 对 朋友们可能有没去过的 您也听说过 嗯 北海公园里边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啊 有一个大白塔 对 那个白塔上边有一圈灵的 嗯 这道开塔灵 啊 那是什么呢 这塔老在公园里呆着呀 他也是怪别病的 晚上游客都走了 这白塔出来溜达溜达 走到电视塔那儿怕撞上了 怎么办呢 一晃着脑子铃铛一响啊 所以电塔一看又啊小白来了 什么小白啊 我比你岁数大 想想想 好几百年了 一年那年全年累 这不胡八道啊 这不怕撞上可以安心的 公园里的塔能出这一花吗 对啊 那不是这样 绘塔那时候怕撞 绘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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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讲啊 塔上 确实是有灵的 有开塔灵 对 不对 不是 不是 塔上这灵呢 有一个词儿 叫什么呀 这叫什么啊 得 你别不说的 精鸟铃 精鸟铃 不懂 精工之鸟 有的变化 是那俩字吗 是 精鸟铃 您解释这事儿 您什么时候去北海 照尤其斯 瞧这塔 这孩子就是越来越难干 他怎么接下来 你问我什么时候去北海 告诉你 你要在那我再不告诉你 请这样讲 你 吹吹吹吹 你喊不懂 你 你问我 你问我什么时候去北海 你告诉我 行行行行行 我说的时候 你别要去别说 我不说 咱俩一说呢 就乱了 我是单风 好好好 我也是单风 咱俩加一半 这就是双风 加上它 这是多风 是吧 加上全部 全部 全方面 我先讲一下 那你讲吧 什么时候去 什么时候那塔 都特别的 你看我这不启发 你都不说了 你不让原意 特别的白 特别白 特别白 白塔嘛 特别白特别干净 对对对对 上面没有这个鸟 嗯嗯 上面没有鸟 没有鸟 没有鸟 也没有鸟屎 没有鸟屎 没有鸟屎 对对对对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 就有这鸣子 这鸣子跟鸟屎有什么关系 对呀 风吹鸣灯一响 鸟就害怕了 把鸟呢 怎么样 就惊走了 惊鸟的鸟 惊走了 就是跟鸟屎有什么关系 哈哈哈哈 他一害怕 他就不在这儿拉屎大锅了 哦 风吹鸣的一响 这鸟呢 就吓好了 对 就不在上面拉屎大锅了 对对 那有的那种鸟 他就是 越害怕拉的越多 有这样的 嗯 越害怕拉 他就这样 越感小的 这几乎了 干净 鸟一害怕 他怎么走 这两年我也不能赶上 哈哈哈哈 咱就说这个鸟 咱就说这个鸟 哦 就省得他上面那个 弄脏了 对 他一害怕 他就走 就走了 哦 什么是 那是惊讶的人 北海公园呢 对 哦 真有钱 北海公园啊 那游客特别多 非常多 游人偵游 有北京的 有外地哪儿都有 还有外国人呢 在那儿参观 他怎么不欣喜 喝流流大大大 怎么到那儿是 哎 我还看见这么一位 外国人 中国人 但是是你的 你认识 你准认识 您提醒 你妈 这不废话 穿五千 我妈我都不认识吗 认识吗 有联系吗 现在 我妈有裙子 我妈有裙子 我这不是那天 都穿着裙子 相信这次 我忘记她母亲 她母亲 穿着特别长的 这天穿着裙子 不是吗 穿着裙子 那泥子呢 什么的 也是裙子短的 上天穿着一个 那个西服 西服 你我这什么工作 老师 对吧 对 教 教什么 教话题 可无数 哈哈哈哈 你说我收钱 穿着挺讲究 这儿不是特别高的 这儿就是说什么 咱俩进去唱 这儿在那儿就喊 对 包括师傅的心 挺讲究的 特别特别有意思 她母亲穿着 她一看 就是知识分子 就有文化 她母亲那个 脑袋里头啊 插着一根簪子 好家伙 插死了 哈哈哈哈 什么叫脑袋里面啊 簪子你不懂吗 那做 头饭 簪子我总不是脑袋里面插簪子 好家伙 什么也插着簪子 腰腔了 啊 头发里面 这掉不了啊 头发里面 是吗 那都憋着不了 哦 咱不懂在这儿吧 我以为她一天 我以为从这儿看这儿 看这儿 插完这根簪子 这簪子上以后 挂着几个小铃子 哎 甭坏了 这叫金鸟哟 哈哈 怕鸟啊 上你妈脑袋上拉屎了 你拉屎你妈一换 哪里呀那鸟 飞走 想挖 这鸟来了 要哪里的妈呀 不懂 我看 我脑袋呀 都被省事儿了 灵文想不下 你一说的 不不不不 金鸟哟 我母亲确实有个簪子 簪子上 确实挂了几个名字 对呀 这个名字 不能叫金鸟哟 叫什么灵 这叫长寿 叫什么灵 长寿灵 长寿灵 用长寿寿 不对 你母亲爱胖子 又爱又胖 没俩子 你不是说长寿吗 长寿啊 长寿啊 健康长寿 活的长 哦 怎么叫长寿灵呢 这是我母亲过生日 六十七岁大寿 六十七 六十七载公鸡 不着急 是六十七岁大寿 我们哥儿媳子呢 学们送点什么生日礼物 这也挺头疼的 对吧 你要买点吃的吧 目前又吃不掉了 吃不掉 嗯 那买点穿的吧 穿不掉 穿不掉 不是穿不掉 那家人的衣服非常丰富 哦 穿不过来 你给点钱吧 对好啊 我们又不舍的 什么孩子 干脆这样吧 怎么干的 凑我走钱 啊 不是不舍的吗 不舍的真不舍 凑我走钱 干什么呢 打一根这个 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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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礼物 祝福我母亲啊 健康长寿 长寿 长寿 这是小新的 这是小新 这个我花多少钱吧 值得学习 值得长寿 那天他母亲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 年少的男的 俩人拧着 那我哥哥 哎 我哥哥 不是我那好多 哈哈哈 你别说想说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先拧着这个 俩人还是比较冷的 聊天的 这男的多大 那男的多大 反正反正 我看 我看成多大了 反正挺年轻的 挺年轻的 那男的 老婆奶奶奶奶 来来来 那妈妈我去吃 吃什么吃 我给精子我爸行走 我儿子天气 你儿子呀 别睡过 小孩嘛小孩 这是我儿子 你坐在高级 我儿子 你儿子 我去找你男人呢 叫男人叫你儿子 真是的 那姐夫就管教育 你儿子 你儿子 对 我说找你不像他 不像 像他妈 男孩儿像 这长得狗头狗老的 那叫虎头狗老的 虎头狗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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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么特别的顿式 恨恨顿的似的 有意思 这小孩儿 那手上啊 手腕子上 带着一个 带着一个铜圈 铜圈叫什么 啄子 啄子 那啄子上边 有几个铃子 有没有 有 这叫长寿灵 他儿子六十七大寿的时候 不是挺一托吗 爱吃的吧 他又吃不饭 你家都反向了 是吧 长寿灵 我们说的 儿子过瘦 小孩儿不是上个大楼 是吗 过生日 你买礼物啊 买衣服啊 要穿吗 这回家 这不叫长寿灵 长寿灵啊 这叫改岁灵 改岁灵 什么改岁灵 跟这你们 零问题差不多了 这词叫改岁灵 什么意思 我儿子呀是早产 好 什么叫早产 早产 提前看个大千世界吧 早产就是 不够月份 哦 出生的比较早 对 那也没关系 是没关系 这么好吗 对 然后导致 抵抗力低 身体都弱了 身体性节奈 嗯 咱别的胡说八道的 你放说一遍 抵抗力低 哦 容易夺低 哎呦 那怎么办呢 这个 终衣啊 细衣啊 都敲点了 哎呦 没看法 哎呦 然后呢 也没有什么进步 哎呦 安罪 我父亲想一半 你脏心 嗯 这 找圣医 哈哈哈 哎呀 你太高明了 真的 找圣医 嗯 你要掏钱给人家 我那枪啊 哈哈哈 这你要自杀了 这就是有病乱同医吗 找事 别乱了 然后脑子都乱了 好 然后呢 我的迷子呀 小封建里想传说 什么传说呀 让我儿子认干爹 让你认你让干爹 哈哈哈哈 我没听明白 就能把这种病毒冲走过 冲给干爹 哈哈哈哈 你是个脑子 哇 不是冲给干爹 不是冲给什么 那冲给谁 那病是守恒在呀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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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out 是啊 各位 你还问得好了 那病哪去了呢 哈哈 一く一小 twist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从哪去了吗 做梅子 就 消失了没有啊 大宿那个这是一个的封建银器 哦 就是一个说辞 任单铁 嗯 这干爹拐灵的 拐点病就去消耗 哎呦这还有数的啊 一个干爹代表一个灵的 一个灵的就是一个干爹 看这手腕子是好几个的 好几个 要有一个灵的就是有一个 干爹 哦 两灵的就是有两个 鬼 哈哈哈哈 你看看这个 哈哈 干爹里不是干爹里 你别点凶达啊 咱没完呢 我得了你清楚 我看你有七十多个 哈哈哈哈 不说八道 一五十八 哈哈哈哈 那有新认的 我咱们不知道 新认的 轮有几个补充 嗯 七十多是多 十三 七没六 七十六 哈哈 百岁零 百岁零 百岁还没联系上呢 你得联系上 炒炒炒炒 哎呦 谁啊干爹是 哈哈 这八糟干爹 好 祝福他们 二十多都是长迷百岁的 你发全都 我儿子 就长迷百岁了 长得不得命 这是一个吉祥奴役的一个论 百岁零 有学问 这有学问 我快没有了 人家里头 这个零的 你能弄那么多花样 多我们的花样 他父亲没人 我也了解 他父亲 是杭州人 十二千万的 现在就修了 没什么正经的事儿了 干嘛呢 养宠物 哎哎 听下来 对不对 除了听下来 就是养宠物 别的不爱养 喜欢养那个小龟 养了三大小的 还喜欢养头 养了八条狗 八条狗 我们是七个宗师 一个鸡丸 这一段 这鸡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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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出去 都露狗去呀 恐怖遛的鸡 对 狗跟龟不一样 你龟就搁的干嘛 你 干嘛 那狗得去 出席去 遛狗的时候 人家家里边 要不知道怎么 咱配合这个问题 特别的有这个 责任性 社会工作 都三成 应该的 对吧 这点是做得特别好 啊 三成 除了三成之外呢 这狗脖子上 还最上 每人有一类的 每招狗都挂个大铃的 有没有 这招 百事零 因为它那狗都是早产 是 这一早产呢 做个好事 对唱力差 别说 那这狗呢 就认他的问题 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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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哈哈哈 ndogo 我问问话吗 狗带着银总 狗带着铃铛 只开铃铛说 是 Union WORL 我不懂 啊 昨天我父亲遛狗家,这几个狗一块 你明白这意思吧? 什么意思? 这八个狗啊,他们也开会 哦,狗还开会? 我说他挖一块使劲 哦,这狗这打对 对,这几八个父亲拉住 哎哟,那怎么办呢? 有时候这,哎,狗就跑了 哎哟,没蹲住了 跑丢了? 对,那还得贴那个徐狗骑士啊 敬其者,见闻,忠孤不深 他得贴那个徐狗骑士 他跑不丢 那怎么丢了? 我说天飞啊,找不着 那多着急 就挂着铃子 这狗呢,一动,铃子一响 我父亲就知道,狗在这边呢 我看见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顺着人等着狗了 你把人引过去 你看人家里这小发明 就是小发明 哦,看不见,没关系 能听见 顺着声音 顺着那个灵灵的声音 把这狗,一个一个的 都找回来了 哦,什么灵? 这叫引人灵 引人灵 你看看,你家里边 一个灵灵 小小的灵灵 人家里有出这么大穴子呢 这又美食 这又美食 他富人长得特别漂亮 还说乐大 他富人长得特别漂亮 平常穿的衣服啊 比较讲究 都是大牌 大牌 超牌 什么牌我都叫不上名来 穿的衣服啊 哼 都是那种肥肥大大的 Oversight的 肥肥大大的 都那种 和尚的 哎,我衣服天天穿笑毛的东西 成长得特别漂亮 反正那大铃子 反正就是 微微微字眼 对吧 什么好看的 戴这个领子这儿吧 就是这边这儿吧 夹着一个 夹着一个 夹着一个风 夹着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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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灵灶 引人灵 哎,灵灶一响啊 那个朋友们 那男的 都引人 都引人家 我媳妇这儿也确实有名的 叫什么名字 这个叫躲避 躲避 躲避 不躲 您解释解释 我们家庭 是一个 不开玩笑的家庭 都很严实 真的很严实 是一个封建家庭 有封建家庭 不该该消灭一下 有很多不成本的规定 你比如说呢 有这么句话 你记着点啊 你说吧 兄弟媳妇不见大的掰子 您等会我导导 兄弟媳妇不见大的掰子 你这很多朋友都不见得知 就是说 你一个苏人不能见你的大哥 对 哦 为什么呢 见你以后啊 就喊扫了 哎呦,不定我怎么回事 怎么 我不知道 健身点 哦 社会 可以这么说 社会 你还是不见面 对 有时候我哥上了人家找我去 一敲门 我要在家我就出来 那当然 我们出来聊聊啊 找空的什么的就算完了 分的面包 哎 有时候我不在家 我夫人 你弹着铃子 哦 我哥就听见灵灵想了 嗯 然后就走了 我就不在家 就走了 对 你夫人呢 跟出来吧 送送嘛 送什么 有人不见面 哦 根本就不见了 对 这灵灵叫 躲避 有学问 躲避 躲避谁 躲避你 你非在家吗 躲避我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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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俩人不见面 躲避外人 就不见面了 就不用说话了 你能不能一想 哦 知道了 不见面了 不用说话了 明白 您这意思我明白了 兄弟媳妇不见大的孩子 对 他们家呀 他们家跟一般家 居住条件不一样 他们家里头啊 是平房小院 对 没错吧 接地气 还不在北城市区 市区没有这儿房 郊区 挺远的 那儿平房小 院里头啊 又有一种特殊的生物 各位朋友可能没怎么见过 活驴 活驴 还真不见 对 驴啊这东西啊 有时候您在动世界里面见过 动世界剥驴 那是野驴啊 他们家是家驴 驴是那种观想驴 你驴是观赏的 观赏的 还还干活 也干活 我那家关中驴 干嘛呢 拉不住 拉不住 现在去买那个豆浆鸡啊 什么盘子都有 插上去 一会儿都喝豆浆了 但是感觉呀 老感觉没有驴味儿 没有驴味儿 没有驴味儿 驴拉不住 对不对 这就有驴味儿了 他那一块里头 就是驴拉不住 抹豆浆 他就要这个 送给街坊驴 驴合不住 也可以参观 打卡 驴合有 都可以 这驴合的底线 就是这儿吧 还全是我这儿 挂淋淋的 这叫躲避淋 兄弟媳妇不见大了呆子 驴见大了呆子脸红啊 哈哈哈 即将其去 这驴都是你 他就是你 别儿子 别的 别动了别动了 哎呀 赛球女 快步翔 哎呀 巨只能吧 大人不强 你还有大驴是哪 有 有 你大的黑是谁啊 啊 哪大的黑是哪 骆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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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了白子? 吓! 那是比对吧 大了白子铃 驴 首先 我先充值大家 没有大了白子 怎么没有?驴才有亲戚 驴呢?没有驴,他不管大了白子 驴确实也挂着人道 这叫什么铃铃? 引人流,爬得好了 不不不不不 这叫偷嘴铃 偷嘴铃? 什么意思? 这叫偷嘴铃铃 你给解释解释 驴拉过头 驴一直在动 这是一个真理 驴一动 铃铛就响了 这驴一动的时候 铃铛他不可能不动 当然了 铃铛也响 什么时候你一听 铃铛不响了 说明什么? 说明驴没动 你看有人想不到吧 你不要干什么了 你慢慢讲 驴一步想驴没动 他干嘛呢 干什么? 偷吃黄 有人误出来了 什么? 偷吃黄豆 哎呦,驴站住了吃黄豆呢 这是什么不行 这是我父亲呢 拿一下鞭子 下了下了驴 驴 驴就不吃了 继续拦摸 哦,再给人送头将 这叫什么 偷嘴 哦 防止他偷嘴 嗯 驴一不响就偷嘴 嗯 站住了吃黄豆 驴就不响了 哎,那他比不说 要是一边吃黄豆 一边晃咬 連驴都不也想 这怎么回事 驴要咬着脑子 驴就说下来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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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这女旁边是她父母的卧室 我们挨过 对 她父母的卧室 那房坨上边挂着个大铃子 这叫偷嘴铃 半夜的时候 你爸爸拉着铃箱一偷嘴 你妈拿着鞭子 这时候应该你爸爸挨打吧 我不介绍你 我们一家就不存在偷嘴不通 不存在偷嘴挂个领导干怀果 挂那名字 挂怀果 这有一别的名字 叫什么名字 这叫惊醒铃 惊醒铃 嗯 刚才有名字 这叫惊醒铃 惊醒 惊醒 对 什么意思 我父亲爱玩牌 对对我知道 对 老上半夜上街 我四银子那是玩牌 对对对 一玩那就玩 就可以那两三比牌 没开始玩 他呀 能管但是 但是能问 对对对好 在那醒玩 没错 还有外带药子 之前请丘 回来一咽这门铃啊 又影响那个驴的休息 啊 深夜里咽 驴哩 驴听见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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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驴吓到了 就怕下这个驴 那又不能按门驴 又没有钥匙 嗯 那安排个指纹锁啊 啊 指纹面容鞋都可以 哎呦我说好几遍 他不听过 哦 不带某人指 他不听过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他不听行了 那我喝净一杯 行行行 那怎么回去了 哎回来我我母亲啊 谁整办法 就不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你问我说 你怎么那么累啊 哈哈 这办法都有效 我哪个都紧的 老婆啊 喝了一皮套 啥你提了 我咋 哈哈哈哈哈 你喝一皮套 喝一皮套呢 喝一皮套 喝一瓶套 哦 然后呢 摔一根绳子 這绳子呢 顺着我家这个 防阔那儿吧 哎呦 防阔底那儿呢 再追等于灵的 回来一带这皮套呢 这绳子就顺着那儿吧 灵的一响 我都听见了 灵的开门去 我就去那儿开门去 你说开门去 这叫精细火灵 皮套在哪儿? 这儿 为什么要上吊 这儿就这么高吗 你弄这个 里边灵的就响了 就叫你开门去 那灵人听不见吗? 灵听不见 刚才他说的对 他父亲喜欢玩牌 我怎么知道的呢 我父亲也爱玩牌 他父亲我父亲杨三十张不开 玩几个楼头 就在一块那儿 我打麻将牌 打麻将牌 打麻将那天吧 到半夜两点多钟了 他父亲 钱出煤 着急啊 经常 煙了 也抽煤了 抽煤了没关系 我们家有煙的 不行 抽热煙抽不习惯 他得抽那个 拿纸啊 割上那个煙液啊 卷起来 卷起来 那个那叫什么 卷大泡 对得抽那种煙 那我们家没了啊 没关系 我们家有 你上我们家 拿下他们去 半夜两点多了 他爸爸让我 上他们家 拿煙去 你说我去吧 哎 没算小辈子 帮我帮我帮我 挺帮你管的 你说你这帮 还挺冷的呢 去吧 我不是去 你也求我半天了 去吧 弱气 好了医生 你家里老大不习惯的 我都出来了 到他们家这个葫芙口啊 我一看呢 过过去 那也很久了 来那一颗绳子 那一排子 真是 此处游客犬 有个狗在这趴着呢 哎 有狗 确实我家没有啊 老狗一照着你一只疯狗 什么狗 疯狗 我哪知道 我管他去 我一知道好狗不挡道 你看见那狗 就在这趴着呢 过去照你打绿狗 大狗 来个狗一照 那狗好 不让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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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看有绿弄 哈哈哈哈 不在这儿 跑过来了 哎呦 你看呦 小绿来了 这我怎么办 你快跑了 啊 跑不过他呀 那还是什么 你往我们家跑 往你们家跑 跑到你们家门小孩 都一推门 还真巧 开着呢 关着呢 哎呦 这推不动啊 这狗扑过来了 那你怎么办 这不让人是狗咬了 我也疯狗了 这狗一扑啊 我都一踢头 那狗扑空了 那狗爪子呀 伸在皮套里头了 拽两拽的 一拽出来 就给屋里灵灯一响了 你妈说话 说什么 云神大开门去 你爸爸回来了 你马上会吧 谢谢大家